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分娱乐现在开宋! 周深作为娱乐圈东的著名实力歌手,凭借优美的歌喉以及实力唱腔,收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跨界进军综艺圈的周深也没有出现网友们所担心的水土不服,反而在多个节目当中表现的是可圈可点,周深跨界的成功也让原本很多不是周深歌迷的观众们不由自主地喜爱上了这个宝藏男孩,并且成为了他的忠实粉丝。 刚刚从《青春怀游记》收官的周深又加盟了另一档综艺节目《新手驾到》,在这档节目中不仅可以让粉丝朋友们近距离地感受到明星学车的体验与乐趣,也能够让周深通过这个节目考到梦寐以求的驾照,可以说是粉丝们十分喜闻乐见的一件事。 节目第三期中周深所在的手动档,教练就给学员安排了侧方停车的小测验,轮到周深的时候,幸福一向风气幽默的教练就把周深形容为矮个足,这位教练毕竟也不是第一次教学周深了,在之前的教学中就已经对周深的车跡有了一定的了解,由于周深的身高问题,每次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的时候都需要在屁股的下面垫上一个垫子才能够保持高度的统一,所以这位教练也是很会开玩笑,直接就给周深取了个小屁股第二的外号。 当时周深听到教练这样的称呼自己的时候呢,还有点不太敢相信,霍尊也过来拍了拍周深的肩膀,显然大家伙都知道,教练真是在说周深呢,知道自己有了新外号之后,周深的第一反应也是非常的接地气,比其他人笑的还要开心。 不仅如此,周深还反问了一把教练说,小屁股点,这个外号怎么听起来像个外国人呢?这样自我调侃的能力是十分彰显个人风度和涵养的,周深也明白,教练其实非常欣赏以及喜欢自己的,给学员们起外号也是出于幽默, 自然也不会真的往心里去。作为一个歌手,周深在综艺节目中就仿佛是被眷顾的幸运儿一样,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喜爱,不过当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幸运一说,周深所有得到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这显然跟他的性格和风度是分不开的。 自从进入到了2020年,周深的事业就开始蒸蒸日上,尤其是他的综艺节目方面,一档接着一档,可谓是遍地开花,刚刚结束了青春环游记,就当小伙伴们颇为遗憾地觉得或许看不到周深的综艺的时候,新手驾到这档节目也无缝连接了。 在这个学车的综艺节目里,周深成为了常驻嘉宾,和一众明星开始了学车的道路,或许是因为好几个综艺节目的淬炼吧,在这档节目当中,即使没有了关系很好的小伙伴打配合,周深的综艺感也还是非常的不错,不管是搞笑还是术画方面,都不得不说已经出师了。 在最新一期节目播出没多久的时候,周深就因为会说话,引起了观众的热议,当最强学员的七威屡屡挫败之后,教练不得不拿出了杀手锏,那就是键盘。 教练的意思是把键盘放在车轮下面,让学员们来感受一下离合把控程度,对于新学员来说,这些键盘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就连七威都觉得很浪费,觉得教练就大可不必吧,但是周深小可爱的却跑过去对七威说,你值得。 这句话一出来就让观众觉得周深真的是个暖心的人了,不过这还没结束,当看到七威还一直纠结于键盘的事情之后呢,贴心的他还对着镜头特地说道,这是废旧的键盘,我们没有浪费,看到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些键盘并不是新的,这样看起来似乎就没有那么心疼了,而七威也放下了心来,在键盘上面开始了碾压学习的过程,看来周深不愧是个值得大家喜欢的小可爱,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的暖心,虽然可能在学车的过程当中它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一众观众,圈了好一波粉丝呢,观众,网友们,你们喜欢暖心的周深吗,任何事情都是有度的,过度的话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反感,就拿学车这件事来说吧,我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对学车感冒的,有时候呢因为生活所需或人事业所迫,对于他们来说呢,学车的过程也是枯燥乏味的,进度会比较的慢热一些, 可是即便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太磨叽的人也是会发火的,这一波在最新一期的新手驾到当中啊,周深就扮演了会专业的那个角色,大家都知道周深是一个非常反感开车的人,甚至说过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考驾照,可是他似乎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你是个明星啊,娱乐圈常常会出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场面,周深还不是参加了驾考节目嘛,新手驾到开播以来,周深因为学车太笨,而没少被网友们吐槽, 冯广前面的学员学的怎么样,到了周深这里啊,一切都是停滞的,都要回到他的节奏来,本期节目中呢,自动党学员要和手动党学员进行PK,比赛项目是开车出迷宫,手动党这边第一个登场的是余美人,第二个呢是七威,第三个是周深,第四个是霍尊,余美人开车的时候呢,只要是遇到执教都会出现大问题,损坏掉了很多气球,但是很多人都在吐槽,他没有认真学习,七威呢,人家是教练心中最好的学员,七哥开车的那一段几乎没有出现问题, 重点来了,轮到周深的时候呢,他误入了死胡同,本来只要往后倒就行了,可是现实呢,周深坐在车里吧,迷茫了,一会儿往左打方向,派一会儿往右打,足足浪费了二十分钟,看到这一幕之后呢,第二现场的张绍刚老师都忍不住了,直接喊话导演说,我不想看他了,于是问题来了,周深如此磨叽,到底是太笨呢,还是为了节目效果呢,如果是因为太笨,平时就要多下些功夫了,毕竟啊,驾照以后是用得着的,如果是为了节目效果,我只能说,周深,这是一道节目,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啊,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